中澳两国在经贸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愿与澳方共同努力 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提振两国企业合作信心 稳定他们未来合作的预期 有什么期待 第二个问题是商务部如何评价 中方愿就双边贸易中 各自关心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沟通 寻找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也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为中国企业投资 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无理制裁打压中国企业 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和全球技术创新 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关于中国与日本荷兰的半导体贸易问题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恪守国际经贸规则 履行各自在WTO规则向下的各项义务 维护半导体等产品正常国际贸易 中方愿于各方一道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不久前 刘鹤副总理与耶伦财长 在瑞士苏黎市举行了半天 富有建设性的会台 双方保持正常沟通非常重要 中方对耶伦财长希望访华 持欢迎态度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外部不利影响 2022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900亿美元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各领域务实合作 稳步推进 下一步 商部将会同相关部门 与俄方一道 全力落实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中俄经贸关系 稳定发展 中俄经贸关系 中俄经贸关系